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5月5日礼拜三的第一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最新的国际局势 话说欧盟就一年使出了三招来到去针对中国 第一招在昨天 欧盟委员会的执行副主席 东布罗夫斯基斯就宣布了 要叫停中欧投资协定的审批程序 第二招 欧盟就将要立一条新的法例 阻止那些获得外国政府资助的企业 去拼购欧洲的企业 和参与招标的程序 虽然就没有点名说是针对中资企业 但是目标都是相当明确的了 第三招 欧盟有份物件最近就被路透社曝光 这份物件就说明了 欧盟就打算在六大战略产业当中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所以现在看来 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距离就将会是越走越远了 好了在说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有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中欧投资协定最新的情形是怎样的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就说 较早前欧盟对中国实施了制裁 而中国对于欧盟 包括欧洲议会的议员就实施了反制裁 很明显当前的形势就是不利于欧洲议会去讨论 批准欧中投资协定的 目前就已经停止了欧盟委员会的政治外联工作了 其实东布罗夫斯基斯所提及到的原因就是导火线 欧盟和中国互相制裁当然就是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但是即使欧盟委员会是没有叫停到审议程序也好 其实中欧投资协定都是挺难过关的 第一他就需要在这个欧洲议会当中取得有足够的票数 才能够通过得到 但是由于欧洲议会里面有部分的议员就是遭到制裁 他们所属的政党其实就很难在这个议案当中赞成票 连自己党团的议员都被制裁的时候 他们还哪里有空间去赞成才行 就算在欧洲议会里面过到关也好 仍然还有一关要过的 就是27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 大家都留意到 其实立陶宛近日对中国的态度强硬了很多 立陶宛就是欧盟成员国之一 而且近日他们牵头推出了 中国和欧洲之间的17加1的机制 而且立陶宛国会里面有不少议员都是比较亲台多一些 所以立陶宛对华的强硬立场 其实隐然释放一些讯号出来 即使中欧投资协定在欧洲议会通过也好 可能立陶宛都会做一个把关工作 如果要有一个成员国出来做丑隐反对的时候 可能立陶宛就会当人不让也不奇怪 因为大家看到他近日的取态就是这样 所以即使欧盟委员会不去叫停也好 其实还有两大难关要过 其实也很难 所以欧盟委员会叫停这个审议程序 其实就是把结果提早揭露出来 至于今次的事件也是反映到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 中国拉拢欧盟的策略就不太成功了 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时期 他高举美国优先的政策 所以令到美欧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 当时中国正正利用美欧矛盾 落力拉拢欧盟 欧盟自己长期以来一直都想做一个第三势力 就是不想在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之间 靠哪里去站 自从拜登上台以后 他就不再搞什么美国优先 但是同时也令到美欧之间的关系缓和了 一缓和的时候 似乎欧盟自己也有了一个选择 就是要和中国保持距离 当然后来欧盟和中国互相制裁 其实就是变相把欧盟推回到美国那边 除了中欧投资协定叫停以外 其实欧盟还有另外两样的招数是洗了出来的 路透社昨天就报道 他们获得了一份欧盟的物件 里面就提到 由于疫情大流行是暴露了欧洲供应链的脆弱 欧盟委员会就决定了要针对六大战略领域进行审查 包括原物料、原料药、半导体、电池、轻能和云端计算等先进技术 这份物件长达十九页子 欧盟说要尽可能依靠不同的贸易伙伴 来实现功需多样化 同时也要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储备和自主行动 文件提到的另一个战略就是要减少依赖进口 当然也是针对中国 因为根据数据显示 在过去20年间 全球的药品制造业 已经从美国、欧洲、日本大规模地转移到中国 中国甚至垄断了部分非专利药的制造 而在半导体产业上 过去20年 欧盟大幅削减了晶片的制造 目前在全球半导体市场 欧盟只是占10% 低于中国所占据的25% 所以欧盟现在想在六大战略领域方面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大家一听到这些东西 其实澳洲一早就已经在做了 所以澳洲塞翁失马 焉之非福 澳洲就被中国实施了贸易制裁 但是同时来说澳洲也是第一个国家 成功地在绝大部分的出口市场上 找得到替代的买家 而且对于本国经济 那个影响可以说是不算太大 虽然都经历了一些阵痛 比如说那些高端葡萄酒市场 事实上在全世界都很难找得到替代的买家 有部分都还是在滞销的 但是其他的产品他找到了 起码来说大部分的产品都找到的时候 起码就不会对于经济造成太大的动荡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 欧盟想做的东西和澳洲现在做的东西 就是一样的 就是要分散风险 不要将大部分的出口货品依赖单一市场 实施欧盟口中的所谓功需多样化 功需多样化就是说不想过度依赖中国 但是澳洲已经做到了 当然了 澳洲因为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就是有一个铁矿砂 中国不买是不行的 但是其他的产品都已经是 大部分都没有销售到中国了 找到替代买家了 这一件事他也是有本事 而且澳洲现在做的东西 都可以说是超前部署 因为欧盟打算做的东西 澳洲已经在做了 好了 接着我们就看看第三招是什么 根据欧洲媒体的报道所说 说欧盟委员会将会建议立法 阻止那些获得外国政府补贴的企业 对于欧洲的企业进行拼购 或者是参与欧盟的公开招标 儘管的条文里面 没有特别提及到中国这个名字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他们这条法例就是要针对中国了 在过去的20年以来 到底有来自哪一个国家的企业 拼购欧洲企业是最多的 那一定是中国的 所以他们很明显 这条法例都是想针对中国的 报道又提及到 说越来越多欧盟国家担心 那些中资企业在官方的主导下 利用政府所提供的优厚补贴 来去拼购欧洲的尖端科技企业 以及打击欧洲的竞争者 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 这个家电的美的集团 拼购德国的机械人大厂叫做富卡 引发出技术外流的疑虑 当然了 你卖给他们的时候 别人就一拼卖完 不只是买你的品牌 以及机械和厂房 以及一定是买你的技术和专利权 这是必然的了 当然了 过去中国 就买了很多不等用的奢侈品 或者是一些无谓的品牌 但是再买下去的时候 就到那些核心企业了 现在呢 在疫情过后 其实欧盟的警觉性 就是提高了很多 另外呢 报道又提及到 说有一份欧盟高层秘密文件 流出了 里面就提到 欧盟呢 对于能不能够 将中国的商业利益 和政治体制分开 是表达出担忧 这个担忧呢 其实都只不过是多什么 对不对 这么多千年以来都说 商业利益和政治体制 一定是分不开的 这些算是什么的担忧呢 不需要担忧的 这是必然分不开的 只不过 现在欧盟呢 可能想铺定路 就是和中国保持距离 甚至乎想越走越远 所以又找回这些 无谓的东西出来说 当初你和中国做生意的时候 你都已经是 预计了商业利益 和政治体制是分不开的 两样东西一定是相互相成的 你和他做生意做得越紧密的时候 当然你受他的政治影响 也会越深的 哪有得拆开的 这件事第一天你都已经知道了 只不过当初 一起发大财的时候 就当是没有事发生 现在在疫情过后 全球供应链大乱了 欧盟的警觉性提高了 又抄了这些东西出来说 其实我完全不当是什么一回事 因为无非就是没有东西来说 好这一节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